全碰全跟居民打招呼 当过两任首相的安倍晋三 没有架子 超级亲民 在国人眼中 就是为和蔼慈祥的老爷爷 面对选民来者不拒 积极替自民党拉台参议院选情 身为自民党最大派系亲和会会长 再加上前首相光环加持 当然是党内最佳助选员 大家都想找他造势 安倍形成满党 突然奏势也让自民党面临全力洗牌 自民党内派系林立 以安倍为首的亲和会 国会议员多达94人 第二大的是茂木派的平成研究会 另外还有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为代表的红池会 志工会等等 过去亲和会 由八人小组组长 会长安倍晋三 包括两名会长代理 副会长事务总长等等 为了避免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 其他七人成立协议机制 用集体领导的方式运作 由七人当中最年长及众议员 当选次数最多的严谷力担任代表 还记得安倍遇事当天 原本要前往冲绳助选的众议员 菅义伟立刻赶往内良 毕竟两人有着深厚的奋斗情谊 2006年9月 安倍晋三首次当选首相 菅义伟就被任命为总务大臣 后来当安倍二度任首相时 菅义伟被任命为内阁官房长官 这一座就长达七年八个月 号称最强副首 后来也顺利接班安倍当首相 虽然任期没多久 但深受安倍影响 如今发生恶耗 菅义伟憔悴接受专访时透露 很怕有什么万一 希望自己能与安倍呼吸相同的空气 听到这连主播都忍不住哽咽 接着菅义伟再说 安倍是怕寂寞的人 才会第一时间赶去奈良 想待在他身边 观众听了心也揪在一块 他也透露目前不考虑成立新派系 随着安倍晋三逝世 他今年最后的演讲画面也被翻出来 不少日本网友边哭边看 向进击大选拳 近四千名毕业生演讲 安倍用第一次执政失败的经验 勉励大家从失败中站起来 不少日本网友被这一席话深深感动 影片观看次数已经破215万 安倍励志又安抚人们的力量将继续活在国民心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